我其實自己也有遇過重大的女事件 案件發生之後 我的孩子是死亡的 然後我那時候在靈堂哭了很久 然後我默默地在心裡 一直不斷地告訴她 我跟她說對不起 這個世界讓妳受傷了這樣子 只要有需要幫助的家庭 就有兒福聯盟 嗨 大家好 我是兒蒙的特派員Robbie 相信大家很常看到一些社會的兒虐事件 你一定很生氣吧 想著社工到底在做什麼呢 我們來到了最南端的屏東工作站 帶著大家看看屏東的社工都在做什麼吧 走 嗨 玉琳 我是今天的特派員Robbie 嗨 玉琳 我是玉琳 嗨 玉琳 所以妳是屏東人嗎 嗯 對 我是土生土長屏東人 那屏東社工有什麼特質 我們就像我們南部的太陽一樣 這麼熱情跟溫暖 妳服務的對象啊 那他們實際上 其實到底會有什麼狀況呢 我覺得我服務的弱勢家庭 比較多一點的脆弱因子 那他們家裡可能就是會有一些 親子衝突 或者是家庭關係的衝突 包含了一些婆媳啦 祖孫啊 像是家長他們就是可能會有一些 重病啊 精神疾病啊 或者是入獄 教養知能不足 他們也會有就業的問題 針對剛才那些家庭 妳都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平常大部分的話 就是會做一些電房跟家房 去做關心 了解他們現在目前的生活的境況 評估家裡的需求 那也會因應要去 就是處理家裡的需求 所以我們會連接一些外部的資源 比如說是醫療啊 托育啊 早療啊 或者是心理諮商等等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還會辦理一些活動跟團體 像是青少年團體 親子講座 或者是親子活動 去促進家裡 他們去改善親子關係 然後解決衝突議題 所以聽起來 妳們做超級超級多事情的 這樣子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跟著玉琳 一起來看看妳的一日社工生活 那妳在做什麼 好啊 那妳今天安排什麼事情 剛剛我有提到說 就是我們也會因為家庭的關係 然後需要去做一些外部連結 剛好我今天有約了一個諮商師 等一下我們就要去諮商所 去討論一些案件 那妳們就跟我一起去 你好 玉琳 你好 玉琳 你好 玉琳 嗨 玉琳 這是我們的小年 她叫Raby 嗨 我是玉琳 我是Raby 我想先說玉琳 就是遇到怎麼樣的情況的時候 會需要來找資產師這樣子 就是其實我們在服務的過程中 如果有發現說家長或者是孩子 他們在心理或者是行為上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狀況的話 那我們這邊就會請玉琦這邊來幫忙協助 進行一個初步的評估和心理智商 玉琦你在那個跟玉琳分工的時候 大概又是在做什麼事情 會先收到玉琳這邊給我們的一個轉接單 我們大概就會去評估這個孩子 過去的一些創傷的經驗 對他現在有沒有造成一些生活上的困難 包括可能學校沒有辦法去上課 或者是睡眠啊 各方面的問題 或是行為 或是通勤等等 那我們就要針對這個案子的個案 來去做處理 幫忙這個案家 恢復比較好的生活狀態 我曾經有過一個孩子 然後他其實是攻擊性很強的 就是你只要一靠近他 他就會咬到你瘀青的那一種 這個孩子剛來我們這邊的時候 然後他把我的治療師拆了 拆了喔 就是門片啊什麼 你能想得到拆了 想當然 媽媽已經非常的崩潰 這樣的孩子很難帶 這個孩子就是 有被家暴過的一個經驗 他沒有辦法發展出 好好跟別人建立關係的這個能力 那就是跟他做很多遊戲的治療 然後承受他不少攻擊 並且告訴他 你攻擊我我不會打你 你也不會再受到攻擊 就是用一而再再而三的這樣子經驗的重整 讓他能夠相信有一個人 是能夠好好的跟他穩定存在的 慢慢的媽媽也拉進來了 告訴媽媽怎麼跟這個孩子相處 讓媽媽實際的去看我和孩子的互動 比較不會被孩子打到 或是自己生氣起來打孩子 媽媽的改變很大 我記得後期媽媽還願意持續的做心理諮商 願意上來就親自教一個課 為了要好好的帶孩子 那孩子後來也穩定很多 包括學校也可以去了 跟同學的相處也好很多 針對這個孩子跟家庭 就像戰友一樣 一起來協助他們的概念 那你覺得玉琳是怎麼樣的社工 跟他合作的經驗怎麼樣 玉琳是我見過真的最認真的社工 我沒有看到一個社工就是回我訊息是如此快速 因為玉琳是跑案家 他一定比我清楚案家的 譬如說誰啊 家庭成員有哪些情況 他就接到我的訊息 通常在一個禮拜內 就可以把相關的資料收集好 然後我們就會一起討論後續的策略 要怎麼繼續為這個案家做更好的服務 其實幫助一個家庭不是只有社工這個角度 其實也有更多的資源 需要一起依託在這個孩子跟家庭身上 你們都好重要喔 農民 賣到了 回來囉 漫一開始 你給我們賣到 特別好吃 是比較冷氣的 外圓豬獎 這是我們屏東的特產 我們都會加在漢堡裡面吃 屏東人都這樣吃的 真的嗎? 對 你吃吃看 會不會太厚? 不會不會 很好吃對不對 好啦 其實我是騙你的 沒有這樣吃 但其實還ok 不會怪 屏東的特產 有萬人胡椒 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還有萬丹的紅豆瓶 這剛好也是在我們的服務區域 那我們還要服務什麼地方? 我們自己本身 屏東工作在服務的14個象徵 比如說像是霧台啊 這個也是我們服務的區域 唐治寧若 屏東市這樣子 就屏東的北邊這邊 對對對 屏東區 本來就去不同的地方 做家房 對 那我們今天就要準備去家房囉 你們平常家房的時候 是也會開車嗎? 除非說要送物資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 我們才會有可能是開車 要不然的話不管是刮風下雨啊 或者是初炸太陽 我們都是騎摩托車為主 ok 就是妳自己現在身上有多少個案件啊? 現在目前的話大概是20 20幾案左右這樣 20幾案然後妳要家房 那這樣妳不是幾乎每天都要房案這樣子嗎? 我可能今天要排家房 我就會可能排個四五案一起 家房這樣 那家房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 神奇的經驗這樣? 妳今天應該有感受到 我們南部的陽光 燕陽 超熱超可怕 真的 我剛才走在外面三分鐘 真的沒有加倍 對 家房就是因為常常需要騎摩托車嘛 然後有一次就是去到一個鄉村 然後旁邊又沒有樹 陰遮蔽霧 騎到一半我真的覺得我的褲子快要燒起來了 平凍真的是熱的時候超熱的 那個下雨的時候那個雨強度也超強 對啊 妳們這邊極端氣候耶 真的 所以訪案真的是蠻辛苦的耶 妳有被放鳥過嗎? 也是有過 然後這麼熱然後還被放鳥 對對對 那是不是很想 就是可能還是跟他說 喔好好好 那下次如果要就是改時間的話 再提早說一下喔 天啊 妳們真的要天使耶 很有愛心跟很有耐心這樣子 那妳們訪案平常啦 其實都是一個人訪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 除非如果評估說這個案家 確實真的風險性比較大 那我們就會就是跟主管那邊去提出說 我們需要兩個人一起訪 我之前有過一次是 家長他們就是本身有一些精神狀況 第一次訪室的時候去到家裡 剛好發生了很劇烈的家庭衝突完而已 都還可以看到牆壁上有雪 然後玻璃是破掉的這樣子 那一次第一次的家訪過後 其實第二次我就有跟主管那邊談說 就是我評估這個案家可能會有一些風險 然後就請主管那邊陪我去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的那個家庭 大概是什麼樣子的狀況 一開始的時候也是孩子他有一些 就學不穩定的狀況 經過了一段時間服務 孩子他有慢慢的穩定就學 只是說最近家裡又出現了一些其他的議題 那所以我們就是比較著重在於說 要去跟他們討論生活穩定跟經濟的部分 今天要去的這個家庭 小朋友是幾歲 他是一個國中生 他是一個國中生 其實一開始想要建立關係 真的是需要花比較久一點的時間 但是真的就是相處之下 就是覺得他們其實是真的很需要 很想要被別人看見跟被別人關心的 我們趁玉琳社工在跟妞妞忙 然後嫁房的時候來偷偷訪一下妞 看看他平常對玉琳的看法是什麼 你自己原本想像的社工大概會做什麼事情 說人生大道理 那你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對他的影響很強 他我們生活中有什麼困難可能會幫助我們之類的 他講的方式就很溫柔 跟我想的差很多耶 就是一些古異的嗎 但是玉琳知道家裡面有什麼樣的困難嗎 玉琳是時不時就會說 欸 你的媽媽可以來照明聊天嗎 一對月至少會來給玉琳 一個月吧那個月 對 真的很感情 他會拍到我 因為我有看經常過 然後就會跟我講一些 那種你這樣過得去的話 然後我沒那麼想吃 他常常跟我聊天同情 都會很盡量的幫助我 有玉琳在有什麼在支持的感覺 對 很發展 那我們先走 好 拜拜 來囉 拜拜 玉琳今天跟了你一整天嘛 也聽到你分享滿多家庭的故事 然後今天也很幸運 讓你帶著我們去實際做家房 當社工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遇到過什麼挫折 我其實自己也有遇過重大的虐事件 在那當下 不管是體制內或是體制外 都會有一些聲音出現 就是會問說 孩子受虐的時候 社工妳在哪裡這樣子 在那當下真的是會覺得滿挫折的 因為其實在房市的過程中 暗家他們可能也會有一些刻意的隱瞞 很多的時候是回到家 其實是會很大的自責感 然後就是可能自己默默而落淚這樣子 好像一般的民眾很常在那種 比較重大的耳虐事件發生的時候 就會說什麼 就把小孩帶走啊 然後為什麼這樣的爸媽 還讓小孩跟他住在一起 可是其實事實上 在很多制度面上面的規範 並沒有給社工這麼大的權力 我們社工的能力跟我們的權限 是非常有限的 我們沒有所謂的公權力 可以直接進入到這個家庭 那所以說我們也只能在我們有限的能力 跟範圍之內去做最大的努力 然後這時候又要聽到社會道路指責 就會覺得滿受傷的這樣子 我記憶最深刻的是 案件發生之後我的孩子是死亡的 其實我去到了 看到了那個靈堂 就是是非常簡陋的 對 其實讓我最崩潰的一件事情是 我看到孩子的靈牌上是沒有照片的 我那時候為什麼會很崩潰 是因為我覺得 是什麼樣子的家庭 居然沒有一張孩子的照片 可以供他作為他的遺照 然後我那時候在靈堂哭了很久 然後我默默的在心裡一直不斷的告訴他 我跟他說對不起 這個世界讓你受傷了這樣子 又是怎麼樣支撐你 繼續留在這裡然後做這些事情 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希望這件事情發生的 我很慶幸的是 發生這件案件的時候 我是人是在噩夢 不管是主管或者是同仁 或者是甚至是整個組織 都給了我很多的幫忙 那也有去讓我去做心理智商 他們給予的一些關心 會慢慢的讓我去修復我自己的能量 其實在做孩子跟家庭的工作 它本來就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 我們也都知道我們的社工 其實你們都同時要兼顧很多個家庭 孩子突然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可能就要出動 就是就算下班了 可能時時刻想 你也會惦記的那個家庭 那個孩子的狀況是什麼 如果整個社會都可以更支持這些 在為了家庭跟孩子工作的社會工作者 我覺得這個體諒跟同理 其實就會也會成為一個很支持大家的力量 聽到這些故事就會覺得 我覺得我是噩夢人 我會覺得很驕傲 就是有點想哭耶 對不起 有你們在這裡 你們給屏東很多希望這樣子 今天就是很謝謝玉琳 帶我們體驗這個一日的弱勢家庭的生活 也很感謝你們在屏東 持續的為屏東的家庭跟孩子戰鬥這樣子 謝謝